7月3号 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 上海市政协主办的一带一路 中国企业走进亚太研讨会 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正式拉开帷幕 这也是中国企业走进系列研讨会的第七届会议 据悉 本届研讨会旨在探讨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形势下 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亚太地区各经济体 该如何共同为开放型世界经济注入正能量 共同促进互联互通建设 共同为亚太合作发展的后2020愿景谋偏布局 开启亚太发展新时代 研讨会现场 国内有关部门领导 十个国家住户领事馆官员 知名专家和相关企业负责人等 共计350余名海内外嘉宾应邀出席会议 泰国泰中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唐龙公 吴森提兰谷在采访中告诉记者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促进了泰国成为东盟的贸易交通中心 泰国的东部经济走廊 及泰国运河投资建设开发 将成为新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多方共同受益 我们很了解东盟与中国的贸易是每年都在增长 中国的14亿加上东盟的6亿人口 就等于20多亿人口的市场份额 那么我们如何把中国企业带进东盟国家 尤其是泰国 目前中置在泰国投资蛮有成功的 一些大企业像一些做橡胶的 做这个高档式的一些东西 这些产业都融入到泰国去了 那么中置在泰国不用说了 很多机构很多的这个协会都在泰国落地 在沿头会现场 与会专家代表就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 即可持续发展 如何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开放合作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促进区域投资和贸易自由化 便利化发表见解 为中国企业更好的认知亚太地区发展机遇 与东盗国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提供参考 不少企业嘉宾表示 听完各与会专家代表的发言后 受益匪浅 下一步也将抓住机遇 谋求亚太更大发展 我们现在就是怎么样考虑 把企业要走出去的问题 我刚刚在听了上午 几位嘉宾的发言以后 我们也在考虑 思考我们的企业今后怎么办 怎么样和国际接轨 怎么样把我们的企业 在一带一路当中延增下去 进一步得到发展